近日,湖南发生一件让人极其愤怒的事情 因为驾校学员不满意乱收费要求退钱 却遭到报复,被七个陌生人围殴报答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惨遭殴打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男子说了一句 把他们请出去 随后冲上来六七个人,对着一对男女就是殴打 期间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了很多脏话 可以看到的是,不少人拿着砸碎的玻璃朝着受害男子扔去 视频中还传出多次掌握的声音 倒在地下的受害男女痛苦地尖叫 可即便这样,对面的七个壮汉也没有停下恶手 据受害女子表示,这些人下手非常的狠 自己的下腹部以及大腿内侧多次遭到踢打 甚至连隐私部位都感到疼痛 短短三十六秒钟,打人打到视频模糊 可见这些恶魔下手有狠毒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事情? 收费不公 据当事人小周表示 他为了学驾照,所以报名当地中大相议的驾校 并且在这里学习科二科三的课程 刚开始这里的人服务态度还不错 于是他一次性缴纳了两千元的培训费 但是自从交钱之后 这里的人态度就变了 教他学习的不仅是一位新手教练 甚至很多教学内容都是错的 这已经让人难以接受了 更让人觉得意想不到事 教练还不停地和小周所要其他费用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需要继续缴纳400元的空调费和300元模拟车费用 然而即便小周一次又一次的交钱依旧没有考过科二 于是小周和男朋友商量重新换一家驾校学习 没想到去找其退钱的时候 对方态度强硬 一毛钱也不退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 驾校出来六七个人直接进来对他们进行殴打 随后受害人果断报警 可想不到的是 却被某些人阻拦不让做伤情鉴定 难道这背后还有其他阴谋不成 值得反思 不少人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都在反映一个事情 这到底是驾校还是武校 既然这么猖狂 不给退费完全可以说明理由 何必动手打人 其实近些年来 驾校乱收费的现象 屡见不鲜 不少人在中间私自收费 妄图获取一些利益 这种因为退费就打人的事件 简直是害人听闻 所以有关部门一定要公正处理 整治驾校乱收费现象 不应该让学车的地方 变成恶势力盘踞的角落